E-Tech问题多 高工局成远通碎喊 远通电收的E-Tech争议不断 民众骂声连连 但今年初远通董事长徐旭东 道完歉后却告诉用路人 不爽不要用 让民众傻眼 不过自由世界 你喜欢退你就退 但是你以后上去怎么办 E-Tech争议多 有人收到过是亲人 报废车辆的缴费单 也有民众行驶在平面道路 却被上方高价国道扣款 获明明开在南下路段 却连北上路段也都扣款 乌龙缴费单跟重复扣款 让民众哭笑不得 每天他只要出错到一个比例 我们就会罚50万 而且绝对不会任何的客气 那三个月内如果没有改善的绩效 我们真的会很认真的来启动 解决这个就是终止合约的这个旗帜 一到三月高工局接到六千多件申诉 却说没有一件事远通的错 匡匡部长公和解约 日前立委管闭林为远通拒绝 免收超商手续费一试 要求交通部不得在和可远东 申请与e-tech有关的延伸性事业 契约里面有的我们绝对是强烈的要求 契约里面没有的我们要去评估 现在哪一件事情是契约里面没有 而远通答应你们的 手续费的问题都不解决 然后罚款都不缴 延伸性事业一个一个的给 这完全不对等啊 管闭林在接受访问时也表示 那他对高工局都是这种态度了 各种况说他对消费者 你怎么能够期待他的责任感 如果真的发展到那个地步 我觉得就是要解约了 哪有说一个政府随着他这样子 转圈子被他耍的 还在那里人气顿受 什么都不能怪 我想民众只能怪自己投错胎 投错胎怎么知道 挂了你再让你投胎